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麼由於高度的這個經濟資本 然後以及連帶擁有的這個高度的文化資本 以至於使得他們可以塑造出與眾不同 然後抄拔出來秀雅的一種人格特質 或者是外顯的氣質 以至於他們所呈現出來的 當然就是一個所謂的highbrow 一種很高雅的品味 然後在言行 舉止 日常 生活 用度各方面 那麼都展現出一種高文化的精緻 這個是我們以前已經跟大家說過的 那麼同時在這樣子的一種 可以說是有賢階級 的一種這個審美標準之下 還記不記得女性是不是會被要求 所謂的炫耀性的消費 有沒有 然後呢 他們的這個形象 也會以這個結實 就是限量而實的方式 來塑造一種柔弱的 然後當然也比較是這個面容 在精緻方面的這個優美 那麼就會和勞動婦女 或者是以女性的勞動成果 來衡量這個女性的價值的時候 會要講究的那一種健美 或者是一種活力 那當然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審美的取向 那大家應該還記得這一些吧 好 那從這些角度來說 賈府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是很接近的 一些這個呈現 所以我覺得范柏倫的這一本書 其實是很有高度的洞察力 其實可以應用在不同的社會 可是呢具有這樣子的類似的階級 或者是一個群體的時候 那這個理論是很值得我們可以參考的 那當然富貴場並不是只有 從這個資本方面 予以所謂的炫耀性消費啦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這些經濟資本 以至於文化資本所產生的 對於其中的成員的一種塑造 那麼更重要的當然是內在心靈的方面 那請各位看一下 富貴場呢 他所提供的這個閒暇的這個部分 當然是更為重要 否則他大概只會是外在的一種 一種等於說是非內而外的 一種外在的塑造而已 那事實上呢 我覺得對於勤吃勤種來說 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當然是內在的素質 那為什麼這個內在的素質 一定要透過 公後富貴之家呢 那麼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 也同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只是那個文化資本 帶給他的一種優雅 一種審美品味 那還有一點 就是富貴場也可以 請注意喔 我不是說一定喔 這個我們很容易誤會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做一個澄清 也就是說富貴場所提供的閒暇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要件 怎麼說呢 首先我們還是先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閒暇好了啦 表面上我們好像誰都可以有閒暇 對不對 然而我們這裡所要說的這個閒暇呢 可能就不是一般 所以為的那種悠閒無所事事而已 那麼尤其是當我們可能在發呆啊 或者是那種無所事事 其實是會一種恐慌的 或者是呢 這個空虛的 那這當然就不能叫閒暇 所以我們來看看一些相關學者 對於閒暇 將會對人們產生很積極性的 這一種內在的貢獻 那麼這個閒暇的定義究竟是什麼 那當然學者告訴我們說 閒暇的定義當然首先是來自時間 這個不用說了 沒有時間大概呢 不可能有所謂的 後續的那些閒暇的意義 那麼當時間是用來衡量 閒暇的一個必要條件的時候 那麼我們大概呢 可以把人的生活 那區分為三種用途不同的時間 各位請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大概除非是非常的幸運 含著金湯池香鑽出生 否則大概呢 我們多多少少不同程度 都要把我們的人生時間 有一大半就會用來填補 或者是運用生存的時間 那就是指我們的時間是用來謀生 用來維繫我們的生存的 那包含飲食、睡眠、穿戴等等 那這都是維持生理機能的運轉 不可或缺 欸這真的都非常花時間欸 所以柴米油鹽醬醋茶 你以為家庭婦女很閒嗎 你就錯了 其實家庭婦女很忙的 因為單單三餐 那就要耗費很多的時間 那最可怕的是那一種時間 往往是瑣碎的不能累積的 而且不斷重複的 因此呢 那其實是對性靈很大的耗損 那麼以至於在我們古今 或者是應該說中外 當文化在發展進入到父權社會的時候 那這一種最無聊的生存時間呢 大概就會都派給婦女啦 要不然呢就是派給奴仆有沒有 有這些比較低下的人 所謂的勞力者讓他們去負擔 那這個當然都是我們從歷史上 可以看到的事實 那就是因為生存時間 他真的是太耗費心力 而且沒有創造性 那麼這樣子的生存時間 當然到了我們現代人人平等的情況 大概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得要承擔的啦 所以這也是某一種意義的平等 那麼另外呢 是所謂的微生的時間 你看用以維持生計 或滿足物質的和精神的需要 這個叫做微生的時間 那這兩者的區別呢 大家一目了然 你看飲食、睡眠、穿戴 這個當然都是不可或缺 這是生理機能 你一定要能夠活下去的 最基本的生存的條件 那微生是維持生計 滿足物質的和精神的需要 那麼各位就請注意到了 那這當然就是你要工作嘛 對不對 那麼在工作當中 你或者可以得到報酬 然後可以滿足你的這個 物質上面的一種需要 更重要的是你看 所謂的精神的需要 也被算在微生時間裡面喔 這才是最獨特的地方 那什麼叫做維持或滿足精神的需要呢 我想他在這裡指的 比較是一般層次的 例如說人有什麼自我肯定的需要 對不對 那於是你透過工作 然後有了這個事業上的成就 然後在職場上面獲得了升遷和肯定 那這個是不是也都算是滿足精神的需要嘛 對不對 然而這其實是比較低層次的 我們在比如說價值肯定啦 或者是人際交往中 你所獲得的那種友誼的滿足 或者是同才同僚之間 某一種這個職場上面或私底下的互動 其實那也是在得到某一種心理的安全感 或者是一種支援網絡 那為了這個支援網絡給我們的安全感 大多數人其實就很喜歡 是不是形成小圈圈有沒有 各式各樣的小圈子啦等等 你大概都可以知道 他不單純只是為了解檔隱私而已 他其實也有心理上面的某一種認同 某一種去除不安全感的一種方式 那這個其實呢 因為層次其實真的比較低 所以他被算作是一種維生的時間的運用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講所謂的閒暇 真的意義就和我們一般的用法不大一樣 那各位請看一下 閒暇時間呢會被稱為free time 那這裡的free真的就是 你連生存和維生時間都可以避開的時候 還能剩下來的完完全全 你無待於外 你要注意 當你要用來滿足精神的需要的 那一種維生時間的當下 其實你還是有所謂而為 你還是呢有所待而為 那當你有所待的時候 人就不是自主的喔 因為你就會被一個外來的東西 所影響所決定 那比如說你可能就要配合別人的需要啊 你可能就得要因應 這一群人的某一種默契 然後你可能就得要自己的想法 或自己的主張 你就得打折扣等等等等諸如此類 那真的是一體兩面啦 天下沒有說你得到你自己心裡的需要 然後不用付出代價的 天下真的沒有這樣與與熊掌得堅的這種絕佳的好處 所以呢真正說來 我們真的要有所謂的閒暇時間 那也意味著你真的是無待於外 無待於外的外呢 甚至就包含說 比如說對從別人那裡得到一種友誼的安慰 或者是得到某一種這一個價值的肯定 都沒有 那麼這時候你的那個時間的運用的方式 才叫做閒暇時間 所以這是一個還算蠻嚴格的定義 而這麼算起來 我想好像我們的閒暇時間真的很少 對不對 大家都太忙了 或者是謀取滿足物質的需要的那些勞動跟付出 甚至呢內在精神的需要的那個層面的 我們呢也耗費許多的力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自我 其實是非常狹隘也非常淺薄的原因就在於這裡 那麼這也當然是時事所趨啦 只是說當我們把這個道理了解清楚之後呢 我們其實可以慢慢學會自己主動的 積極的去重新塑造自己 那麼當我們連這一點意識都沒有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是被時代 被我們周圍的環境帶著走 而在那裡也是某一種可惜 好 那麼了解這一個所謂的閒暇 我們首先要注意到 你要有閒暇的心境 閒暇的活動 首先你要有閒暇的時間 而這個時間呢 不可以用在連維持或滿足精神的需要 連這個都不能算的情況之下 那你才真正的是一種所謂的自由 那算來算去 其實啊擁有這樣子的時間的真的很少 來 我們來看看曹雪芹當然非常了解 所以呢他在第一回就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描述 只是我們絕大多數的人 因為急著看保帶戀情的發展嘛對不對 急著滿足精神的需要對不對 以至於我們對這些段落呢 通常就是跳躍式的視而不見 我想這真的是有一點點買毒還珠 那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這第一回好有趣的一段說法 那麼當我們注意到之後呢 也許發人深省 請看 第一回透過那個玉石言說 我想玉石言說比石頭言說要來得更精確 然後呢因為透過這個玉石不是就要來源源不斷 說了一個紅樓夢的宏大敘事對不對 那麼一聲一道 他就是要負責這個故事的傳播的嘛 那當然就要問說 那你這樣的故事到底有什麼價值 值得我拿到人間去 那麼結果呢這一位玉石 或者是曹雪芹的一個代言就提到說 他說啊這一個 我這一個故事與眾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的書 甚至你可以說絕大部分的書 他們所要滿足的讀者 悅眾 他們事實上呢 都只在活在一個生存時間和微生時間裡 怎麼說呢 請看 貧者日為衣食所累 有沒有 就這一句話來講 是不是他們把大部分的時間 用在生存時間和微生時間裡面的 用以維持生計或滿足物質的需要的這個層次 對不對 那貧窮的人他沒有辦法 他條件不夠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有足夠完全自主的時間 那這個是非戰之罪 可是呢 貧者日為衣食所累的下面 他又直接說 貧者又華以不足之心 所以那麼縱然一時稍閒 又有貪淫戀色好惑尋仇之事 哪裡去有功夫看那理智之書 你看這一段多麼精彩 他說貧者非戰之罪 因為呢 他就誕生在這樣一個充滿困窮的環境 可是你既然是有錢人了 你是富者了 那你就真的你就會變成有賢階級嗎 非也 他說呢 通常有錢人他會懷不足之心 怎麼說呢 慾望啊物質啊 這些不是永遠是無底洞嗎 對不對 當人的心不知足的時候 誰會嫌自己的錢很多呢 對不對 以至於生意會越做越大 對不對 然後自己就越來越忙 那麼以至於你就沒有所謂的閒暇時間 果然你看 富者呢又懷不足之心 對啊 所以永遠永遠可以一直追逐下去啊 這個世界上的財富 哪裡有窮盡的一天呢 那即便縱然一時稍閒 好啦 總有某片刻的空檔吧 但是呢 你看除了不足的物質上的不足之外 又有貪淫廉色好過尋仇 換句話說 他們把他那個稍閒的時間 是用來做什麼用呢 是不是也是用來所謂的物質享樂 對不對 你看嘛 也就是同樣仍然在微生時間裡 他把這個時間用來維持或滿足 物質的和精神的這種消費的需要 對不對 那這裡的精神需要 當然指的就是娛樂嘛 有沒有 那我們的娛樂真的其實也是一個比較低層次的範疇喔 怎麼說呢 看起來我們好像是在娛樂 但是實際上你當時在滿足的 其實只是一個比較低的精神的需要 比如說打發時間啊 或者是好玩有趣啊 那這是透過外面的東西來讓我們的時間給這一個打發掉 以至於我們不必面臨自我空虛的這一個實況 這是人類非常常見的事情 所以當一個人真正有free time的時候呢 他往往反而把他用在一些很低層次的一種消費上 那種消費甚至包含朋友之間的gossip 你知道吧 就是在那邊東家長西家短講人家的八卦 反正上網什麼都可以看對不對 然後時間就這樣子用掉了 然後就可以迴避自我內在非常空虛不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剛剛所分析的這個三種用途不同的時間 其實是非常精確的也發人深省的一個分類 所以你看看原來滿足精神的需要 他實際上還是只能放在微生時間裡 讓人迴避他不能面對的存在本身 本質上的那一種宏大的深刻的問題 然後人就可以活下去對不對 我們不必去動視存在的虛無 我們不必去直視存在的無常 然後我們只要找個三五朋友喝茶聊天 那不管聊的是什麼 反正呢這些問題打發掉之後 我們是不是又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對不對 所以真的真的 假如我們不肯提升自己的時候 我們連縱然一時稍嫌 我們就會把它用在貪淫戀色 好貨尋仇醜這樣子的事情上了 那麼這個都只能夠叫做微生時間而已 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能夠好好的自主的把自己的時間 用在對自己的這個內涵 對自己生命的意義的真正的追求上嗎 所以這邊所說的 哪裡去有功夫看那理智之書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暗示 或者是說他透過這樣的表達 進行一種型外之音 那曹雪芹很奇妙 他和我們的定義不大一樣 他透過這個玉石的言說呢 告訴我們說 紅樓夢不是在講一般的兒女私情 也不是在講家庭規格的琐事 讓你看得津津有味而已 事實上他有一個非常宏大崇高的目標 他定義自己是一部理智之書 這個是我後來越來越透過很多的角度 以及透過很多議題的分析之後 我越來越感受到曹月芹 他事實上是有這麼樣的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儒家文人 他們在努力達到他們在儒家的思想裡面 的終極價值的時候 會採用的很基本的一些 可以說是給自己的期許 那麼事實上做得到做不到 那當然另當別論 可是至少在動機在意識裡 其實他是希望把他的紅樓夢 那麼定位為一部理智之書 而這個理智之書呢 當然我們不能用望文生意 各位都知道 如果你用一般的文字的感覺 去看這四個字的話 那麼理智是不是其實就會蠻嚴肅的有沒有 而且可能呢 就是寫那個什麼名儀待訪錄啊 什麼日之錄啊 然後每天在那邊三省無聲啊 我們大概就會覺得 可能是這一類的書吧 但是顯然不是喔 曹月芹畢竟是在寫小說欸 那小說這一個文類自古以來 都是非常低賤的一個文類 那麼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因為沒有辦法在這裡詳細講 這個小說文類在清末以前的 很根本而且是很明確的定義之前 我們只好先提醒大家注意一個 大家都發現到的一個事實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除了很少數的個案之外 基本上呢無論這部小說是長篇還是短篇 題材是寫什麼 基本上小說的作者大部分是匿名的 對不對 或者是呢放上一個別號 對不對 那麼這個像《西游記》啊 《三國演義》啊 乃至於《金瓶梅》 《水浮傳》這些 實際上他們的作者 都是我們後來才慢慢考察出來 而且還未必有定論 所以各位就可想而知 為什麼文人們不肯去掛名 這就是很明顯的事實 因為掛名的會讓自己丟臉 那麼以至於他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文人沒有辦法經世紀名 沒有辦法駐經修史 去打造一部經書 然後去修國史 這個才是他們覺得一個知識分子 最應該達到的人生的終極價值 那麼當這個價值一旦失落 其實也是對他們人生的整體否定 以至於 那麼你去寫了一個小說 就讓人家覺得簡直不入流啦 然後你簡直呢 就是敗壞自己十年寒窗苦讀 那麼也有愧於祖宗 你知道嗎 所以小說 它事實上是這麼低的一個文類 以至於我們大家也都知道 《草雪芹》的作者是 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是草雪芹 是不是也是得要等到胡適 我們才比較明確的對不對 而且到現在 還有很多人不肯承認 《紅樓夢》的作者是草雪芹 你就可想而知為什麼會這麼麻煩呢 就是因為這些真正的作者 都也故弄玄虛啦 然後他自己也完全不想沾這個邊 原因就在於小說這個文類 對他們來講不但不是一個價值 而且是反價值 你要注意是非價值 他不但不是價值 而且他是反價值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喔 也就是說當你沾染這個文類的時候 你自己其實要被扣分的 不但沒有加分 而且要扣分 這麼一來的話 你就可想而知 曹雪芹其實面臨很大的一個文類的掙扎 意思就是說 那他又非要寫這部小說不可 因為要去建構那麼一個 宏大的貴族世家的敘事 非要白話小說這樣的形式不可 否則沒有辦法寫得那麼細膩入微 裡面涉及到四百多個人 有名有姓的故事每一個都與眾不同 然後要把家常瑣碎 這麼樣傳神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 這不是其他的文類所能夠達到的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被迫當他在回憶的燃燒之中 他希望能夠重溫過去的黃金歲月 然後裡面的眾多的美好的人事物 一平一笑一飲一食 都讓他眷戀不已只能夠透過 這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擦亮每一根柴火 然後在那個光照之中重現出來 那麼他只能夠用小說這種文類 才能夠做到 於是呢你就得感受一下 曹野芹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寫作上面 他必得要面對到的價值困境的時候 他該怎麼做 該怎麼樣去驅除這種反價值非價值的 這一種可以說是一種指控 那麼就可想而知 他應該就一定要把紅樓夢塑造 或者是去展現 他對於這個文化是有貢獻的 這個正面的這一面 那至於怎麼樣對這個文化有貢獻呢 我們簡單來說 我覺得他就是透過貴族文化 來展現中華文化裡面的 所謂的正統文化的那個內涵 那麼以這個來提升他的小說的價值 所以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強調 它是一個貴族文化的意義在這裡 因為貴族基本上就是文化集中的 正統的那個精英階層 那麼以至於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審美意識形態各方面 其實所體現的 還是儒家的那個正統文化 所以非常注重禮教 那麼從這一點來說呢 你就可想而知 曹雪芹不可能是反封建禮教的啦 好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當然曹雪芹就要說 所以當我這樣努力的時候 我這一部書 我設定的一個價值的期許 那就是呢 這是一部理智之書 而不是那一種 可以讓讀者讀得津津有味 以至於呢脫離現實 去追求浪漫 追求出格等等的那樣的小說寫作 他說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下面的這一個 第一回我們念過這一段下面的那些部分呢 各位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因為前五回本來就應該盡量讀得很熟 所以你看 那麼所以曹雪芹接下去才會說 所以我這一部書 我也不想要讓那些一般的讀者 去欣賞 因為呢反正他們也讀不下去 那我也呢不想要去這個銀河 任何人只是說啊 你要是真的想要得到一點好好的 這一種對我們這個文化的認知 那麼呢你來讀我這本書 就也免去了腿腳奔忙之苦 就不用到別的地方去找 來讀我這本書就可以 那那一段呢各位可以仔細再去品味 我們就不再多說 只是說這個理智之書固然和紅樓夢本身的 那個文類歸屬以及他的呈現方式 不是那麼直接可以看得到畫上等號的關係 因為他畢竟不是什麼日之路好不好 這一類的東西 但是呢曹雪芹顯然他還是有那一種意圖 那麼透過小說這一個很低下的文類 他希望你提升他的這一個反價值的 那一種另外一個出路 所以盡量在他的書裡面 具有一種理智的功能 就是說有幫助你智 你們知道什麼叫理智嗎 好就是智家理生啦 智這個家 你該有怎樣子的這個智慧 有怎樣的學問知識 同樣的你要理生 就是你自己也應該要不斷的修養自己 那麼所以理智這個倒未必 一定都是攸關這個國家朝政 而其實呢就是一個人 他對自己以及對他周圍的人群 他所付出的那一種比較正派的 然後也比較是真正是有價值的貢獻 大概是這樣 因此呢可以說 我覺得理智的成分 事實上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 甲斧的故事 他希望能夠呈現出來的 而呈現出來之後呢 也讓他這部書也就更能提升 一點文化的價值 這個是我希望各位可以再多多的揣摩 好啦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那麼請看喔 我們已經定義這個所謂的閒暇 一定要建立在閒暇時間上 而所謂的閒暇時間 我們也又區隔了 用以維持或滿足精神的需要的這一種 那麼紅樓夢也告訴你 一般人即便是有錢人 他也只能大概是用在維生時間 因為他雖然有錢 可是呢他是這樣的運用他的時間 因此啊紅樓夢就告訴你 那麼我這一本書 那麼要呈現理智的功能 那麼這個理智的內涵 又透過了賈寶玉來呈現所謂的情癡情種 這樣子的一個特殊的正邪臉賦的類型 那麼這一來呢 我們就得要進一步思考 那為什麼寶玉所屬的這個情癡情種 得要在公猴富貴之家呢 那所有的人 真的我問過所有的人 他們的第一個反應都是說 因為這種貴族都很有閒 因為他們有閒又有閒 那這個是我們本能的直覺的反應 可是各位知道嗎 其實不然 其實不然 即便范伯倫所定義的 叫做有閒階級 所謂的leisure class 是賈府所屬的這一種階層 那麼范伯倫也說 那麼這一類的公猴富貴之家呢 不但擁有可以進行炫耀性消費的大量財富 而且他的作為不必從事直接生產行為 對不對 因為他不必去勞動嘛 不必親手去勞作 那他其實就有大量的這一個經濟的收入 所以他們其實被叫做有閒階級 是有原因的 照理來講他應該具備了所謂的閒暇 那麼也可以常常不適生產的來消費時間 那就是這個所謂的 religion class的一個很基本的定義之一 那麼所以他才會叫有閒階級 那麼剛剛我已經提醒大家了 表面上好像貴族他屬於有閒階級 那麼他就應該有這樣的一個閒暇 然後可以不適生產的消耗時間 這麼一來他是不是就擁有很多的閒暇時間 所謂的free time 對不對 可是可是我必須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事實上有閒階級我們要進一步來做一個澄清 當我們直覺的來思考 以為這些有閒階級都是有錢有閒的時候 那我們往往就忽略掉我們是在想當然爾 固然有閒階級不必直接從事生產性的勞動 但是他們卻未必一定擁有大量的閒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過 這個所謂的閒暇時間叫做free time 而在這個free time裡面呢 你可以不是生產的消耗時間 但是呢你如果只是用來滿足 這個很基本的精神的需要的時候 那你也不能夠叫做有積極意義的那個閒暇 然後各位請看一下 所以這一邊呢又有一個西方的學者 他們對於休閒或閒暇 我覺得又有更值得我們參考的一個具體的定義 然後讓我們明白原來有閒階級呢 他未必會有大量的閒暇的原因 就是如同剛剛曹雪芹所說的 他們哪裡有功夫去看那理智之書 因為把他們一時稍閒的時間 用在許多的貪營戀色好或尋仇之事上 請看 基本上來講閒暇呢 它是只有發生在社會滋養和鼓勵的環境裡 就是社會會鼓勵也滋養你去進行這個休閒 而且呢它和心理狀態和內在價值有關 那麼而且呢當這個閒暇一旦這個出現的時候 它是設定了某種程度的自由自願 和單純享受其中的能力 就是你根本上是要純粹就是來享受 這個休閒本身所帶給你的那個愉悅 那麼它因此是會被視為 使個人成長或發展的態度時間或活動 也就是說你在這個休閒裡面 在這個閒暇裡面 你其實是要有個人的成長和發展 而且那是內在的價值 所以你絕對不是那種很低層次的 那種精神需要的滿足 可是呢這裡我們當然就可以看到 這些有閒階級實際上呢 真要說起來尤其是貴族 我們的爆發戶可能還有可能 但是呢真正的貴族世家 那他們恐怕連時間 就是連屬於個人的時間都很少 那麼剛剛有提到喔 來再看一次我們重複第三次 原因是因為這很重要 那就是這些負者縱然一時稍嫌 就是說他們本來就已經 休閒時間是很少的了 那麼然後呢 所剩不多的休閒時間 又去拿去做為一個很低層次的 這個物質或精神的滿足 那當然就不用說了對不對 那麼以貴族世家來講 請注意喔他們不只是負者而已 他們不只是負者而已 他們作為一個貴族 其實有大量的義務要承擔 禮尚往來還有各式各樣的 這個公司的應酬 其實是忙得不可開交 你們知道嗎 在英國王室就已經算是我們這個時代 少數是不是還擁有貴族有沒有 尤其還有王室的這個少數的國家 然後呢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實際上真正的貴族王室 是非常非常的繁忙的 其中我看到有一位大家比較不認識 因為他們長得不漂亮 好 那我們這個世界不就這樣嗎 戴安娜就會很有名對不對 然後帥一點的就會很有名 威廉王子對不對 那如果長得不帥又不美 但是他其實是真正體現貴族精神的人 反倒就會被這一個大部分的大眾給忽略 也因此呢沒有去凸顯 或者是沒有看到 他們真正貴族精神體現的那個價值 所以我現在要補充一個很有趣的 就是你們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安妮公主沒聽過嗎 有的有啦 可是我想大部分人都沒聽過的啦 他應該是那個查爾斯王子的妹妹吧 那因為他臉長得很長啦 所以連英國人都會 我覺得不大不大優雅的嘲諷他說 比如說有人就遠遠的看到安妮公主從遠方來 就會說有一個馬臉過來了 就是說他臉比較長 那確實不漂亮 可是各位你們知道嗎 他事實上比起戴安娜王妃 更具有貴族精神的多 那貴族精神是什麼呢 包含低調、內斂、而且堅韌 真的要堅韌 絕對不會在鏡頭面前 對全世界來訴說歸仿所示知道嗎 講自己的這個床子之間的不堪 那個不是貴族會做的事情 那麼所以安妮公主就完全體現在這裡 一句私人的得失恩怨 都不會向外陳述流露的 然後呢事實上他們是節儉的 那麼像她一件禮服 那一定當然要很精緻 沒辦法因為他們一出來就是要代表王室 那不可能出自濫造 可是她一件禮服呢 可以十幾二十年穿了好幾次 她未必喜新厭舊 這也是《紅樓夢》裡面經常出現的 《紅樓夢》裡面好幾個地方大量出現 對於他們的衣飾 以及家裡布置的那些織品 就是那些布織品 都是用半舊來描述的 這個也是其中一點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那這個安妮公主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嗎 一年只有365天 可是她一年基本上要參與 要負擔的王室的義務 那就是呢 一年竟然要有500多場的活動 那些當然都是慈善的嘛 對不對 或者是哪裡哪裡有需要 那你們王室成員都得出席 因為這是你們的義務 所以一年365天 她就要出席500多場 你可想而知那累死人了 所以可是她從來沒有對外面 去講任何一個字 來批評自己的處境 或者是有任何的怨言 那這也是他們的貴族精神的基本體現 所以在這裡我實在是忍不住 多補充一分鐘的閒話 其實也不閒 因為這是《紅樓夢》裡面提到的 《紅樓夢》是一個博大精神 而且呢 龐大到幾乎沒有重複的一部小說 那麼前八十回六十萬字 那麼用字潛詞 所引用的詩句歇後語 基本上是完全不重複的 那麼我們考察 有重複兩次三次的呢 確實也存在 大概有好幾個詩句 被重複引用兩次或三次 然後呢也有幾個歇後語 也被重複運用 那這個當然都有非常特殊的含義 那我以前有跟各位同學分享 為了要來解釋習人的名字的來歷 曹雪芹是不是不惜重複三次 有沒有 他引用了花氣習人之重暖 對不對 那是路由的詩 那為了表現習人的來歷 他不惜重複在三個場景裡 去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根據 那怎麼可能你要把習人的名字解釋為偷襲別人呢 對不對 第二個 好 你用硬感 不要笑啦 真的有學者是這樣子解釋的啦 對啊 因為你不喜歡他了嘛 然後就真字解經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違背曹雪芹的書寫的一種 不但想當然而 而且我覺得已經是一種暴力式的詮釋 反正你愛怎麼解釋都可以 這樣是不可以的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麼既然為了說明習人的名字的來歷 他不惜重複三次 顯然在他基本上不希望重複 以免落入到美學怠惰的這樣的一個高標準之下 那他還做這樣的三次重複 是不是意味著習人這個人物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可是我們的讀者很奇怪 他就是不肯去成熟的 然後呢去接受這個客觀的事實 他一定要堅持他自己的成見 那只要意見跟他不一樣 他就說是你有成見 然後否認自己有成見 這真的是一個這個時代 已經沒有辦法的一個事實 那簡單來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詩句當然是另一個範疇 然後呢 他引用的歇好語又是另外一個範疇 我做一個舉例 《紅樓夢》裡面呢 歇好語被重複使用兩次的 只有三個歇好語 那三個呢 一個是大家很熟悉 前五回就出現的 一個叫做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 有沒有 就是冷子星演說容國福的時候 提到賈家現在表面上 非常輝紅堂皇對不對 其實已經外強中肝 所以用到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但是這一句邂逅語 又在第74回的時候出現過一次 那一次呢是由探春 面對這個超檢大官員 是不是非常悲憤對不對 他說如今我們也自己 抄起自己的家來了 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家 從外頭殺進來是一時殺不死的 只有自殺自滅才能一敗塗地 有沒有 所以非常悲憤講著講著他就掉下淚來 所以你看他這邊用到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由自己那麼觀察入微 這樣的一位女中英雄 那麼深刻感覺到這個家族的危機 那一種悲憤呢 就比起外人的那個輕描淡寫茶餘飯後 力度就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那百足自蟲死而不僵 你就可想而知從第二回到74回 橫跨這麼長的範圍可想而知 曹野芹也是感慨萬千對不對 那麼看著這樣一個龐大的家族 敗落的過程 那真的是一種痛徹心扉的悲劇 這裡的悲劇要用魯迅的定義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你看 所以這樣子的一種感慨萬千 恐怕和我們在說曹野芹 什麼預告什麼貴族必亡的歷史規律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現代人 套上去的一種解釋 那麼剛好相反 我覺得曹野芹的痛徹心扉是在於 他明明看到一個百年如此寬柔待下 如此卓越優秀的精英貴族家庭 如今卻在末世 導致許多的精神亂象 那最後終於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爭乾淨 這才是他痛徹心扉的重點 那麼這重點不同 我們的解釋可能就會完全不一樣 這也是我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好啦 百足之從死而不僵之外 還有兩個被重複使用的成語 好 諺語 那麼一個呢 就是千里搭長篷 歇後語啊 歇後語都是上一句是不是就有下一句對不對 那下一句的意思就是 他前面的那個描述所隱含的弦外之音 千里搭長篷意味著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那這也是《紅樓夢》裡面出現過兩次 而且呢都是由丫鬟們的口中表達出來 而且呢丫鬟表達出來之後呢 聽的人也觸動心肠 也忍不住眼眶都紅了 因為雖然他們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他們也看不到什麼世間存在的本質 但是這一種人事無常的變遷 是不是都是我們可以體會的對不對 所以一旦觸動之後 你真的有一種渺渺茫茫 不知此生所未何來的那種感傷 所以千里搭長篷 天下無不散的宴席 總是有取宗人散的時候啦 以至於這是不是就和百足自從死而不僵 結合在一起對不對 更展現出那麼呼拉拉寺大夏江青的 那一種壯烈殞落的那一種震撼力 這是第二個 常常在《紅樓夢》只有兩次 在《紅樓夢》裡面出現的諺語 那麼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常常被我們的讀者 做了一個比較負面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扭曲的一個詮釋 其實我越來越感覺恐怕 那一句被重複兩次的諺語 不是這樣的含義 那句的諺語是 割脖折勒往袖子裡藏 有沒有 這是重複兩次 有一次是抄檢大官言前 王熙鳳勸王夫人要用暗訪的方式 而不是明火執障去抄檢 那原因就是因為 這件事情其實因為事官風化 那很容易讓這種貴族小姐一旦有所沾染 就會身敗名裂 所以他覺得當大官員裡發現了 繡村狼這樣子的蛇的時候 這個是夏志欣先生做的一個比喻 他說那個繡村狼在大官員裡面出現 就擁如伊甸園裡面出現了蛇 所以就導致了這個樂園的崩潰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尤其以貴族世家那麼注重禮教 那大官員是一個重小姐 妻居所在的地方 你竟然發現這一種不得見人的東西 那會導致身敗名裂一旦傳出去 所以王熙鳳才覺得 我們不應該這個宣揚出來 尤其賈母如果知道了一定也會非常生氣 為什麼管理成這個樣子 以至於他說我們就用暗訪 那麼這樣一來呢 外人也不會知道 老太太也不會生氣 然後我們可以還是一樣 找到誰是罪魁禍首 然後呢把這個問題給防堵 以後不要再發生 他覺得這是一個萬全之策 那王夫人其實剛開始是答應的 他覺得這很好 沒想到中途又殺出一個陳咬金 那應該同學們都知道 是不是就是王善寶家的進了禪言 那麼他認為應該要什麼 殺他個猛不防啊 我們就直接立刻 在大家還沒有防備的時候去抄檢 這麼一來呢比較容易抓到賊張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於是呢王夫人被說動了 那麼改弦更張 事實上是採用了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策略 好啦 那我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大家就知道 那這裡呢 其實就隱含了一個 不足為外人道也的一種內斂 一種所謂的割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的 苦水往肚子裡吞對吧 那麼在這個割膊往袖子裡藏 出現在抄檢大官員的這一段情節之前 更早啦 是不是又在十幾回的時候 交大罪罵有沒有 在他喝醉了大罵假家的不堪的時候 那其實已經是到了末世 不是假家歷代都是這樣 那裡面是不是就有提到 什麼爬灰的爬灰 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 對不對 他說我什麼不知道對不對 那麼不要說出來 如果說出來就什麼這個紅刀子進去 白刀子出來有沒有 這就大家都知道了 他講得有點顛倒 但是呢也說出他是一個罪漢 邏輯跟語言運用已經有了一點失誤 可是也更加傳神 但是裡面也有提到 割膊折了往袖子裡藏 意思就是說這種人家 他們真的有很多不為外人所知 也不足為外人所道的那種苦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有對社會的義務 以至於在這樣的義務之下 真的有很多的辛酸 你是沒有辦法對外喧嚷的啦 這和我們的平民愛怎樣的大哭大叫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教養 那麼我們一般人用這種負面去解釋 這一個成語 我覺得可能沒有體察到 他們的所謂的尊貴者的義務 他們畢竟不是平民 理不下數人 而在有理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也得要學會內斂 自我壓抑 自我控制 同時呢 他們也得維護 作為一個貴族既然享受特權 他們也應該呢 成為社會的典範 以至於呢 他們也要盡量維持一個優雅 而且呢道德的那個門面 這個也是他們必須要有的基本的義務 因此呢 因此 割膊折了往袖子裡藏 不但不是虛榮愛面子 甚至應該說 他為了維持這個面子 其實背後就是一個尊貴者的義務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這種解釋 就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他不是虛榮 不是我們一般意義的那一種虛榮 或者是呢 因為那一種虛榮的解釋 往往都會變成是遮掩遮醜對不對 然後呢粉飾太平 我們大概都會用這樣的負面的 形容詞或成語去描述 可是我覺得對賈家這樣的人家來講 其實真正的關鍵不在於遮醜 不在於粉飾太平 應該說他們必須遮醜 也必須粉飾太平 因為這是他們的義務 他們在執行的 是你作為一個這樣的一個尊賢的階層 你也應該要對社會起一個正面的典範的作用 所以你不可以斯文掃地 那萬一發生斯文掃地的時候怎麼辦 那你就得要展現出 隔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的這樣的一種無奈 所以再怎麼痛 你得要自己承受 你得要想辦法解決 但是對外 你就是無論如何都得要維持一個最高的典範的姿態 我認為這個解釋恐怕才是重點 這個是各位可以參考看看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講這個貴族階層是真的有閒嗎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麼事實上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就已經是大有疑問 何況恐怕貴族不被鼓勵 所以你要在這個閒暇裡去促成這個所謂自我內在價值 或者是個人成長這樣子的一種方式 事實上貴族的壓力真的很大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我整不整理出來 你會發現那些當家的那些貴族 每個人都忙得要死 比如說第78回講到賈政 各位還記不記得賈政現在是當家的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實在太忙 所以他是不是對於賈家的那個家務 是不是就交給了賈蓮有沒有 那賈蓮和王熙鳳就內外分治 內外去擔當 因此在那個薄劍大官員的時候 主侍者是不是就是賈蓮有沒有 因為賈政實在是第一個太忙 第二個他對這些點點滴滴的 這些世俗的這些俗悟他真的是沒有興趣 所以賈蓮就負擔很重 那麼這裡對於賈政就提到 他說賈政喔天性也是個失久放膽之人 因在子職輩中少不得歸以正路 這我們以前講過對不對 所以才會告訴你們說 請看喔 這顯然不就是過去的賈寶玉嗎 也是失久放膽喔 但是後來是不是也走上了歸以正路的這個轉變 那賈寶玉在第五回 榮寧二公為什麼要阻託儘煥仙姑 去讓他神猶太去換盡 目的是不是就是要歸以入正 注意到了吧 所以這兩代父子其實是走上同一條道路 就是你得要負擔起家族傳承的使命 所以這一對父子非但不是我們 所以為的那樣的對立不同相反 他們其實是本質相同 而且註定應該要心火相傳 克哨基球的關係 只是寶玉不孝子 我想喜歡寶玉的人 可能就不能接受這個結論 可是我沒有辦法證據據在 我們是根據證據講話 那麼就在歸以正路的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我們的賈政多辛苦 他明明是喜歡詩酒放淡 但是來請看 我把《紅樓夢》裡面所有有關描寫 賈政現在的處境的描述全部整理出來 大家就知道賈政是為了這個家放棄了自我 第四回說賈政是公私湧雜 再來呢第十七回又講得很清楚 他是如今上的年紀且暗讀勞煩 於是啊對於詩詞 創作這種文學的這一個涵養 這一種疑情樂性的文章上 他就越來越生疏了 沒辦法因為暗讀勞煩 每天都在那些公文往來非常瑣碎 慢慢慢慢你真的就是對於所謂的性靈 就會越來越耗損越來越遙遠 然後到了七十一回你看年紀都大了 這個時候他恐怕也快要六十歲了 你看勢重身衰 事情好繁重 加上年紀也越來越大 所以體力也越來越衰退 你看就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境地 那麼加加上近年呢 因為奉派皇上的指命 然後就在外面處理很多的各種事物 於是啊骨肉離分 那麼這幾年他都在外也不能一家團聚 所以第七十一回是提到說 所以後來他終於可以得到聖旨 回家來團聚 他其實心裡面非常珍惜 那加木也很高興 終於可以骨肉團圓 那於是賈政呢 從第七十一回回家以後 他對於賈寶玉真的就好太多了 不像以前很嚴格 對於寶玉也就開始了有一些讚賞 對於他詩詞上面的表現 還給予很多的肯定 甚至他覺得就在這件事情上面 詩詞這樣的一個需要靈動才華的 他比那個賈藍賈環要高出很多 那至於舉頁八股文這一些 對於這一個金氏盡名 或者是科舉考試有關的 這一類的正經八百的文章 那寶玉因為不用功啦 當然比不上賈環跟賈藍這一對熟職 可是賈政沒有在這裡 一味的排斥或賢物寶玉了 他反倒讚美 可是在詩詞方面寶玉很出色 所以他覺得現在已經有了 跟親客們聚在一起的機會 又有一個很好的題材 就是那鬼話將軍有沒有 這次後來的發展 那麼他也願意只要有這種做師的機會 就派人去把寶玉叫來 也就是要讓他可以好好發揮 可以讓他露臉 也給他事實的肯定 所以你看賈政對寶玉的態度 前後有所改變 那也是因為真的他人生也已經進入晚年 然後一輩子為這個家族奉獻 也失去了自我 所以在晚年終於可以回到家 好好的團圓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 他願意在這裡和寶玉之間的父子親情 能夠得到補償 所以對寶玉的態度也有所改變 那這一點呢 我們也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總而言之藉此只是要跟大家提醒一點 以賈政做例子 因為他現在是當家的這一代 他是盲成這樣 而且犧牲了個人 所以對於賈政我越研究他 越覺得他事實上是一個 非常值得讚佩的一個人 但是我們的讀者很奇怪 因為認同了寶玉的關係 反正與寶玉為敵的 通通把他派入到負面的惡魔黨 於是賈政就變成了賈政經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見的一個 洪學接受史的一個 我覺得真的是誤入歧途 其實不是 賈政的名字叫做政 政治的政 這個字從先情以來 孔子以倫語建立了儒家 這樣的一個思想體系之後 政這個字都是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 也可以說是儒家價值的核心 我想這個是說來話長 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總而言之我把這一段念完 他說賈政雖然是富貴場中的人 但是他或者不得不然 或者是家族的逼迫 他以家族事業的承擔者為己任 也長期附和了寶玉所抗拒 甚至也是寶玉所否定的 與世代夫諸男人皆談 什麼額觀禮服賀掉網還 常常的會會這些微觀坐載的人們 談談講講一些經濟仕途的學問等等 這些都叫做應酬事務 這是寶玉最討厭的對不對 可是你可以討厭 因為你還是個孩子 可是你總得長大吧 那長大的上一代賈政 他就得歸以正路 就要去負擔這些非常繁雜的公私事務 所以可想而知他就會因公而無我 以至於他也失去了 閒暇悠遊失久放淡的個人時間 那麼就這一點來說 真的真的 我們讀者盡量客觀 盡量理性 雖然不客觀不理性的人 一定會反過來說 是你不客觀不理性 那我們沒有辦法 那只好說證據俱在 那麼新的證據出現 當他越來越完整 我們其實就應該要來改變 自己對於紅樓夢 以及其中人物的認知 我想這才是一個理性跟成熟的人 我們涉及到的這些相關段落 因為都分散在全書裡 其實都非常重要 所以你們上課真的要認真跟 那麼提到什麼最好還是記一下 最後下課還是要做一點努力 要不然的話這麼龐大的一部小說 你們過去也未必有跟著我們的課 把那個相關內容上完 我很擔心你們假如上課的時候 不好好趕快盡量把握 我們涉及到的這些情節 那到時候回答起問題來 會這個掛一漏腕 我想這個對你們不好 那藉這個機會好好的讀紅樓夢 是一個很值得珍惜的機緣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好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吧 那請看一下 不但賈政這位當家的家長這麼的忙 來作為他的夫人 那麼尤其就是名正言順的總婦 那當然也要負擔跟他一樣的公私雜物 請看即便王夫人還記不記得 第六回劉姥姥第一次進榮國府的時候 透過那個周睿佳的介紹 他是不是已經把很多的事物 都下放給王熙鳳有沒有 所以這個周睿佳的才會說 那如今王夫人倒不一定要見 但是王熙鳳是不是一定要見面 對不對 因為已經主要的決策都在他那裡 所以你可想而知王夫人在第六回的時候 已經把這個李家的這個權力 等於移交給王熙鳳 當然他還是最重要的一個權力中心 所以當他想要知道王熙鳳做得怎麼樣 或者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其實是要來拷問王熙鳳的 所以他其實還是一個真正名正言順的 當家的女家長 但是很多的事情已經就交給王熙鳳來做 因為實在太累 他實在是忙不過來 那大大小小那麼多的事情 那真的不是一個人所能夠面面俱到的 所以各位請看喔 小說一開始就在告訴你 這一種貴族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忙 例如說第四回就說到 王夫人的事情冗雜 這是第四回 第六回 劉姥姥還沒有來之前 那小說家就提到王夫人事情冗雜 所以跟周瑞家的那些管家大量在討論問題 於是薛寶釵就 他們就覺得哎呀不要去這個吵王夫人 那麼就帶出來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裡就帶到一句 王夫人事情冗雜 再來呢你看看第六回 劉姥姥要來榮國府打秋風的時候 然後呢就當然就涉及到 他所要請求救濟的甲府的現況 然後呢就提到說啊 哎呀這一個榮國府雖然事不多 一天也有一二十件 淨如亂麻一般 開玩笑 一天一二十件叫做事不多 你就知道說 這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 那萬一有的時候事情一多 你就真的是不可開交分身乏術 所以呢這麼繁重的家務 那王夫人他真的是沒有辦法面面具到 何況你不要忘記 你作為賈政的政妻 你是不是也要隨著賈政 對外有很多的應酬對不對 因為你代表賈家 那家務是又一天一二十件至少 那真的是沒有辦法應付 果然請看一下就在第55回 很珍貴的有提到 王夫人到底忙到什麼程度 那個時候他早就已經把家務 主要是交給王熙鳳囉 可是你看這個時候的王夫人 盲成這樣 第55回 小說家說 連日有王公侯博世襲官員十幾處 皆係榮民非親己有或世交之家 那或有升遷或有促將 或有婚喪紅白等事 那王夫人賀掉贏送就應酬不暇 看到了沒有 這些完全都是對外唷 那單單對外而已 連日就已經忙到這樣子的應接不暇 你就可想而知 確確實實如此 因為這種人家沒有辦法 他們的這個往來對象都是繁文入竭的 那你不要說他們這種層次啦 即便我們現在 單單你的這個工作場合 或者是親朋好友 只要有人結婚有人過世 你是不是就開始覺得有壓力 尤其是荷包的壓力對不對 我們就看到有一些人就開始 我這個月比較緊 為什麼呢 剛好多了兩個朋友要結婚 然後他就開始這一個財務緊張 你就可想而知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到了貴族世家 只有變本加厲 因為他們往來都是非富即貴 那真的是更是龐大的一個負擔 好啦 國一果然你看就十幾處啊 拜託這十幾處你是不是都得出席 那你就忙死了 那當然這麼一來經濟負擔 那是在這裡沒有提到的難言之隱啊 我們以前講元春的時候 元飛的時候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然後把那些文本中點點滴滴 涉及到的所有資訊整合起來 你才發現原來賈家的經濟負擔如此沉重 對外有許多你意想不到的龐大開支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我們讀《紅樓夢》 如果純粹把它當作一個羅曼史 我們追求的只是精神的 需要的這一種方式去閱讀 你大概就會看不到的啦 所以呢 回到這個貴族世家的這個閒暇 那麼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一旦你當家 你就不可能有個人的閒暇 你的自我基本上就是奉獻給這個家族 那因為這個家族太龐大 因此相應的事物 那絕對不是我們這種小戶的 一家四口所能想像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呢 當然啦 寶玉這一代因為他們都沒有婚嫁 還在一個成長中的 這個小孩子的階段 當然他們相對的就自由的多 那麼不僅如此 來請看一下 以寶玉而言 他作為公侯富貴之家 所培養出來的情吃情種 我們就來看看他呢 享受到了這些大家長們 所早就被剝奪掉的那種特權 那就是他擁有其他長輩 所沒有的閒暇 你看第十九回就已經提到 第一個 寶玉是極無視最閒暇的 用個最喔 最高級喔 好 這是第十九回的時候的一句話 所以我們要把他點點滴滴整合起來 我們才會看到事情的真相 那麼既然他無視又最閒暇 你就知道說他大把大把的所有時間 除了基本的什麼成婚定醒啊 這一種大家族所要進的孝道之外 大部分是不是就是隨他運用了嘛 對不對 果然啊 寶釵啊在第三十七回 他就對寶玉說 天下難得的是富貴 又難得的是賢善 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喔原來如此 不只是賈政王夫人 他們雖然呢有富貴 但是是不是沒有閒暇 那不只他們喔 其實原來從寶釵的觀察 他說事實上普遍而言 富貴與閒暇是要兼備 那是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那這個就是大家要放在心裡面囉 不要一講到說賈家是貴族 就是說他們有錢有閒你錯了 他們也不一定有錢 因為他們也入不敷出 那他們入不敷出呢 倒不是他們自己的奢侈 這又是說來話長的另外一個大議題 有機會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啊事情沒有那麼的簡單 想當然而 其實常常就是在耽誤我們自己 那寶釵在這裡的說法 其實反映了世間客觀的事實 那麼可是沒有想到 你看寶玉卻兩者兼備 既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 又難得的是閒暇 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兼有了 那麼就叫你富貴賢人也罷了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情詩情種的議題的時候 才會一開始就跟大家說 在經過種種的考察論證之後 情詩情種應該可以把它定義為 就是富貴賢人 原因就是因為他有富貴 所以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然後他又有閒暇 以至於他才能夠透過這個free time 然後去進行自我的一個塑造跟追求 而這個都不是一般的富貴人家所能夠想像的 果然請看 尤其寶玉是不是在姐姐原非的開恩之下 跟著住進了大觀園對不對 那大觀園更是自由囉 請看一下小說家描寫說 自從住進大觀園之後 寶玉心滿意足再無別相可生貪求之心 每日只和姐姐姐姐妹家頭們一處 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 作畫吟詩以至描龍赤鳳 豆草沾花低吟巧唱 猜字猜美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 天啊他玩的這些遊戲 我們好像沒有一項有時間去做 然後他無所不至 所以非常的快樂 他完全可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不就是剛剛我們說 學者所定義的真正的不是生產的消耗時間 寶玉真的是做到這一點 然後再加上後來不是有一段 不肖種種大臣鞭鎖 有沒有寶玉被賈政毒打了一番 以至於賈寶玉的支持者們 就把賈政樹立為大壞人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父子衝突之下 賈母介入 所以頒布了一個特設令 意思就是說寶玉打中了 他不忍心他的這個鍾愛的孫子 將來又遇到這樣子的一個讓他心痛的待遇 所以他頒布的聖旨說的就是打中了 所以不許見外客要讓他還好的休養 以至於寶玉獲得了空前的自由 他連要不要進一個最基本的 成婚定型的這個孝道都隨他變了你知道嗎 已經到這種地步 所以果然請看這個是第36回 你看寶玉得到了賈母的聖旨 越發得了意 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了 而且連家庭中成婚定型 一發都隨他的變了 那麼日日只在園中游握 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 卻美美甘心為豬丫環充意 竟也得十分閒消歲月有沒有 這是第36回提到 那緊接著就是第37回 這種生活當然就一直延續下來 那麼第37回說 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重性的逛蕩 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天 然後一直到71回還是這樣 當那個賈政聽說要回來 那於是怡虹苑就忙起來了 因為很怕父親回來查考功課對不對 那麼大家就努力的幫他 這一個熬夜補功課 甚至黛玉探春是不是都幫他作弊有沒有 幫他寫作業 然後讓寶玉可以有更多的這個作業可以交財 所以大家都忙起來 結果沒想到呢 賈政又突然增加了一個新的這個照例 要讓他呢到海邊去查看海嘯 塗炭聲明的那一些要收拾善後 所以賈政呢又不能回家了 寶玉一聽大喜過望 把這些書字又丟在一邊 從此又開始了遊蕩的生活 就用遊蕩 這個是第71回又有提到 你就可想而知 從第36回一路到了第70幾回 寶玉似乎就是一直活在這樣子的特殊的狀況裡 那麼在這樣的狀況裡呢 當然從正面來說 那麼為什麼閒暇對個人是那麼重要 以至於這二、三十年來 西方的學術界、理論界 也開始對於休閒和閒暇呢 都有很多的這個專門的研究 我們因此可以找到這些相關的論著 那就是因為他們發現 當我們把那麼多的時間都投入到唯生時間 謀生時間的時候 我們其實一直在失掉自我 在讓自我異化而不自知 這當然是非常嚴重的損失 所以他們要鼓勵我們找到休閒 那麼休閒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 也更深刻的來追求自我 那麼從正面來說 那麼寶玉似乎也享受到了休閒 對於他的這個幫助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美國的學者愛丁頓和陳彼得 他們在休閒的這本書 你看副標題 這本書的副標題是一種轉變的力量 透過休閒你可以轉變自己 那因此你可以知道 休閒確實有這樣一個正面性 那麼他們就認為這個正面性在於 當你體驗休閒的時候 其實已經具備了一個前提或條件 那個前提或條件就是一種 可以明確意識到的自由自在之感 你真的是自由的 沒有束縛 連什麼基本的什麼精神需要 你都不需要有待於外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自由自主的去探知 去嘗試或者是去重塑自我 你看remake oneself 重新去打造自我 重新去照你所希望的那個自我 利用這個自由自在的閒暇時間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加水加泥 重新去打造自己 所以因為你已經不需要再依賴外界 給你生存下去的憑藉 你已經可以完全的自主了 有足夠的時間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其實該做的事情 不只是在做那些消耗而已 你應該要去重新塑造自己 比如說多讀一些好書 去多做一些付出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嘗試你原來所不知道的 原來自我可以達到的那個樣態 那麼艾丁頓他們接著就說 那這個過程 就是當你意識到自由自在 然後你可以自由自主的去探知 去重新塑造自己 這個過程本身 也就和你的成長轉變的過程貫通了起來 你就可以幫助自己成長 因此我個人認為更精確的說 有另外的這一方面的專家 所提到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更值得我們參考 他說休閒不一定要心無羈絆 不是真的你完全無拘無束 因為那個時候你可能更落入到 一種無所事事 不知該如何是好的恐慌 這種情況我們也遇到過 所以他說真正的休閒或閒暇 反而需要被一些心甘情願 而且有意義的事情所羈絆 那就是你完全可以自主的 你決定要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你被他所羈絆 這個其實反倒是真正休閒的意義 那麼休閒就是這種狀態的回應 例如說你利用休閒去重塑自己嘛 重塑自己這其實不就是一個 你心甘情願且有意義的事情嗎 然後你願意為他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所以休閒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衝動 不過這一種衝動不能只是 簡單的被解釋為尋求快樂 請注意 而是透過特定的活動 去發掘生活的意義 所以你一定還是要有特定的活動 你不是完全不是生產的消耗時間而已 你還是要能夠自主的去找一些 你心甘情願為他付出很多的事情 然後這就是所謂的特定的活動 而目的是去發掘 去開發 去掘出來 像挖土一樣很辛苦 可是現在把藏在泥土下面的那個意義給找出來 然後你的生命也才會有轉變 也才會成長 所以說當你透過特定的活動 去發掘生命的意義之後 你就能夠直覺的領悟到自己 已經成為更宏大的存在的一部分 所以休閒的目的不是為了低層次的娛樂 他是為了讓你提升 讓你成長 讓你轉變 然後讓自我更貼近 構成了整個更宏大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想歸根究底 人的意義應該都是要以此作為終極目標 無論你用哪一條路都不要忘記 你一定就是要超越自我 讓自己變成更宏大的這個整體的世界存在的一部分 這樣一來 人才會有意義 才會有尊嚴 也才會有價值 休閒當然也不例外 閒暇的目的也是如此 那麼這個是有了閒暇之後 寶玉利用了他的閒暇來考你們一下 那麼寶玉利用這樣一個很難兼具的富貴與閒暇 所以成為一個富貴閒人之後 他用這個閒暇的時間來重塑自己 那麼他透過的特定活動是什麼呢 不就是丹妮在溫柔鄉裡有沒有 整天是不是為那些丫鬟們做事跑腿對不對 因為對他來講 這是不是就是達到了一個 更宏大的存在的一種方式 因為這世上有多少的女性 是不是在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對不對 於是他就去當護花使者嘛 於是他就去當一個平衡的力量嘛 為他自己的那些男性同類贖罪嘛 懂這個意思吧 於是他就很心甘情願的 把他的自我用在溫柔鄉裡 去呵護眾多受苦的女性對不對 於是第五回 謹壞仙姑不就說嗎 你這個人啊 如果在一般的現實界裡面 是不是萬人子棒對不對 人們會瞪著你 會批評你覺得你是個怪胎 但是呢 你其實是可以為規格增光有沒有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個賈寶玉 他所做的一個所謂特定的力量 然後你看一下 他不是美美甘心為豬鴨還充益 有沒有這是擺明了寶玉 他利用這個富貴與休閒與閒暇 然後呢去進行的一個對他來講 最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呢他願意為這樣的事情所羈絆 所以呢那些毛丫頭們的氣 他是不是也滿樂於去承受的對不對 我們都不願意的他願意 你就知道這是他心甘情願 也覺得是他的存在價值之所在 對吧 那這當然是從正面來講 也是寶玉這一個人最吸引 眾多女性讀者的地方啦 那也非常非常的特別 當然他就變成情詩情作 可是呢重點也在這裡 他固然有這方面的正面性 可是呢也有他的負面 否則他就不會是禀負正邪而泣了 對不對 千萬不要忘掉這一點 這個人其實是兩面性的 以至於當他的邪氣滲透進來 那麼使得他在公猴富貴之家 兼具富貴與賢俠之後 那麼他所產生的那個負面效應是什麼呢 來各位請看一下 那當然就是在兒女 在那個溫柔鄉裡面的那種兒女情常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休閒當然也有過與不及 當你一旦太過的時候 也一樣會有負面效益 當不足的時候呢 你一樣是在那一個 這個我們剛剛玉石所說的 有沒有負責所以一時稍閒對不對 可是還是好貨尋仇什麼什麼的 那麼可是寶玉固然好像比較符合了 這個閒暇所能夠帶給一個人的正面的價值 然而過猶不及 你看看這裡學者告訴我們說 休閒也許為我們對自己 對周遭的環境以及新奇的行為 進行實驗提供了一個空間 也就是說休閒給你這個空間 讓你在這裡可以對自己 對周圍的環境 以及各式各樣新鮮的事物 你去參與 去嘗試 去探求 你有如在進行實驗一樣 去發現自己究竟還有多少的可能性 但是過分的沉迷於自我 你就會形成自裂 那麼也會消除了針對外部生活環境 採取行動的可能性了 換句話說你過分沉溺在自我裡 在這個閒暇裡去探尋自我 你也就不會有積極的 是不是對外進行行動的 也就是說對這個世界 有所改造的那種努力對不對 因為你就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固然你就開始發現自我 塑造自我給自己轉變 可是那都是侷限在個人裡對不對 那你就不會對外部的世界採取行動囉 那這麼一來 你就在一個自戀的小範圍裡面 有自我的成長的滿足 可是你對這個世界卻是無用的 保育是不是無用 沒錯啊 果然曹月琴非常一致 他的洞察力就這麼樣綿密 而且精確地告訴我們說 他對於保育這樣的人的觀察 簡直就是非常非常符合人性的 以及這個世界運作的某些複雜的道理 所以說當保育或那一類的情吃情種 他們呢就在自己的世界裡 一方面有富貴所提供的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 二方面他們又有閒暇 去進行自我的種種探尋與追求之後 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後遺症呢 這個後遺症請各位從邏輯上去推 立刻就可以把握到 既然這些人是不是都生長在公侯富貴之家 才會形成情吃情種對不對 而你在公侯富貴之家是不是都有責任的 不然我們剛剛不必花那麼多時間來告訴你們 這些貴族們都很忙碌 有很多的責任和義務 那麼這就是在暗示你們答案呼之欲出 既然你有這麼多的義務 有這麼多的承擔 你卻去耽誤你在自己的個人世界裡 你是不是就一定是失職的對不對 那你一定就會以私害公對吧 因為你既然是有義務有擔當的人 你卻擔溺在自己的那個世界裡 這麼一來你當然就會排擠 你對公務的那一種責任 那這麼一來你一定失職 失職的結果呢當然就非常慘烈 你不要忘記他不是像我們今天 小小人家的個體 不是他背後牽連的是一整個大家族 甚至是一個一整個國家 那這麼一來 當你單立在個人世界裡的時候 是不是就動搖了外在群體的存亡絕序 了解意思吧 所以這種公侯富貴之家 所產生的情詩情種 為什麼有好幾個都是亡國之君 不是沒有原因的 來請看一下 唐代的一位初期的史官叫做姚思蓮 他在寫那個過去的史書 就是成書 你們知道成的歷史是不是也很短 對不對 大概才三十幾年 那麼亡國之君是不是就是成後主 對不對 成書堡 那麼這個姚思蓮這位史成在寫成書的 這個後主本紀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歸納 這個歸納在過去那種極權體制之下 其實是有高度的適用性 他說古人有言 亡國之主多有才藝 那麼考之良辰極遂信非虛論 注意一下我們標示了黃色底色的這幾句話 他告訴你亡國之主通常是有才藝 沒錯吧 那既然呢 古人所說的話我們來驗證吧 果然驗證的結果呢 是符合這樣子的規律 你看看他考察了良辰遂 良的亡國之君是誰 他們不是寫宮體失去了嗎 對不對 那辰不是成後主嗎 成後主很有名的 他也是一個師才很高的 所以他甚至還創造了一些樂曲 然後呢在那個詩詞上面也有所建築 那他最有名的是不是就是寫了那個 創造了新的樂曲叫做春江花月夜 還有一首你們都很熟悉 那叫做亡國的迷迷之音 玉樹厚亭花 那是他創造的有沒有 後來杜牧不是用了這首詩 有沒有寫了一個永史懷古的那個作品 叫做那個什麼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遊唱厚亭花 你看因此啊 因此玉樹厚亭花的這一曲音樂 這個曲名就跟亡國連結在一起 那都是在陳后祖身上所體現出來的 然後你看一下那隨不也是嗎 隨的亡國之君是誰啊 隨陽帝啊 你們不要告訴我說 隨陽帝有才藝嗎 那我就只好說你錯了 你真的錯了 隨陽帝的詩才很高 而且呢 我因為讀了他的詩之後 我終於恍然大悟 他其實是天靜沙的開創者 天靜沙 圓曲馬志遠有沒有 是我們很有名的一首那個圓曲 什麼枯藤老樹昏鴨有沒有 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獸馬 什麼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之類的有沒有 那我追蹤過這一首傑作的生命史 追蹤涅姬探本作源 最早最早的開創者是隨陽帝 那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一個發現 然後我也才終於明白 原來隨陽帝在他那麼樣子的一個荒誕 那樣子的一個揮霍 而且已經完全過度的 那樣一個失控的局面 其實隱藏的真的是一顆非常寂寞 浮躁狂暴的心靈 那麼他沒有辦法透過正常的方式來取得慰藉 因為他所擁有的是天下最大的權力 以至於當他一個人擁有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你就會註定沒有朋友 甚至註定沒有親人 以至於當你心靈空虛 卻又沒有其他的正常的方式 可以得到平衡跟撫慰的時候 這個人一定失控 然後他就變成亡國之君 這就是一個讓我們感慨萬千的地方 那所以呢 回到這樣的一個這個極權與這個亡國 以及所謂情吃情種的關聯 那各位就可想而知了 當這樣子的有權有勢 可是他又單立在自我的這個閒暇裡 然後去進行他自己的許多的實驗 許多的探索的時候 那這麼一來他在這個藝術 或在某一些特定的價值上面 當然會很有貢獻 而且他們都很有才華 所以這個才華用在這裡 老實說單獨來講是很應該的 你既有這個才華 你不如好好去做一個詩人嘛 對不對 對這個文化更有貢獻 但偏偏他是不是又生長在 恭候富貴之家對不對 以至於此輕比重 於是呢 當你去從事才藝的創作 溫柔相的依你 那你是不是就是因私而忘功 對不對 那這個國家就國是日非 以至於你就要慘然 接受那個非常可怕的亡國的後果 所以這裡的亡國之主就包含了良辰遂 大家就可想而知 而其中的這個陳後祖是不是剛好也被曹月秦 藉由這個賈宇村列舉在正邪兩副裡 對不對 因此呢 可見可見 當這些生長在恭候富貴之家的人 本來註定都要進行的是大我的補天濟事 因為你是這你的身分你的階級註定的 你享受的特權 你當然就要有這樣的責任跟義務 但是呢 他們因為把這個個人轉向小我的性靈滿足 以至於呢 他就把陸立從政的消逸幹實 解消為純久美人的遊藝受享 然後又透過閒暇去重塑自我 而進行另外一種自我定位 於是這樣子的恭候富貴之家的成員 他就從群體的責任的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範疇轉化成為個人的遊戲的創造的 於是帝王或恭侯是不是變身為情人和藝術家 乃至於生活美學家 對吧 那麼這些人呢 就進入到另外一個不同的範疇 然後就單溺在財情和私愛 於是就荒屬於家與國的責任 那麼他們在現實世界裡 就是失職和務事的 難怪他們有這麼多的亡國之君 所以這一類的人要注意 閒暇是一體兩面 那就要看一個人怎麼去面對 那麼當你如果是正當去面對 使用這個閒暇的時候 你當然就會這個升華跟提升自我 但是你過分的沉迷 來請注意重點在過分 事實上人類真的許許多多的道理 都是一體兩面 會出現問題 其實往往是在副詞上 也就是你是過分 只要你不過分這是一件好事 但是偏偏就在過語不及 所以副詞是最重要的 而可惜啊 這些生長在恭侯富貴之家中的 這些正邪兩父者 就因為他們有邪氣 懂你意思嗎 就因為有這個邪氣 所以他們才會過分的沉迷 或者是沉迷於溫柔鄉 或者是沉迷於才藝 以至於他們讓自己變成了一個好的情人 好的藝術家 好的生活美學家 但是他們就失職 而遺悟了他們在這個社會中 應該要負擔的責任 因此他在現實世界裡 就會非常可悲的變成一個失敗者 那這一點呢我們來考察一下 那麼以這個閒暇使得他們進行轉換的 這個類型裡面 我們是不是先來看一下 其中這個陳厚主不但呢 我們剛剛提到過 是不是有那個音樂的創作 歌的創作 可是主要都是所謂的享樂式的迷你之音 那不只如此 他們對女性通常都比較有一種看重 那種看重當然不只是一種慾望的那一面而已 你看一下陳厚主也很有趣 他在宮廷中會拔著知書能詩的宮女 那宮女本來是不是身分很低對不對 但是陳厚主會拔著他們 然後就說你們不錯 好竟然呢還能夠能夠讀書還能夠寫詩 所以我封給你們外號叫做女學士 然後呢不只給你這麼高的一個名號 他甚至說當我和曹臣在一起進行唱賀 詩句的那個聯席的詩句的創作的時候 他讓這些知書能詩的宮女們也參雜其中 你就跟我們一起來寫作 大家聯手寫詩是這樣 我們現在看起來當然覺得很痛快 可是你知道在古代的那一種制度環境裡 這其實就逾越了奮祭 也可以說是對於法祭的蕩然 那當然就一定要亡國 因為每一個時代都一定有他自己的規範 我們上次講過對不對 都一定有他的道德標準 那麼當那個時代的其他地方沒有改變的時候 那你竟然呢出現了一些 違反當時的這個界線的行為跟現象的時候 某個義來講 那就是一個亂世、末世、亡國的徵兆 這真的是我們大家要好好思考的 你不要以為那個時代的這些做法 讓我們現代人覺得很痛快 那是我們自己的事 當他還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 他的所有條件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竟然有了違反法際 或者是規範的那些行為的時候 他們其實就是已經差不多到亡國的時候 因為他們原來的那一套已經就沒有辦法維持嘛 那從這一點來講 我們也得借古見經啊 我們有我們的法律跟道德標準 但是當法律跟道德標準 我們也開始都不遵守 還覺得可以不遵守的時候 那就真的非常的危險 其實道理古今相通 有的時候真的不要自欺欺人 好好想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你就會知道違反法律 或者是犯法不用付出代價 這個實際上都是本質上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我們要戒之勝之 所以請看陳后主這些往律 真的是前車之賤 那麼因此呢 陳后主不只是做一個迷迷之音 跟亡國連在一起 他在行為上面 有這樣一個愉悅男女奮祭 君臣奮祭的作為貴賤混雜 這其實對那個時代來講就是亡國的徵兆 當然你說陳后主這樣對於女性的一個提拔 我們當然也覺得從今年的角度來講 是覺得很有趣也甚至很珍貴 但是那是從我們的角度來說 你得要回到他的那個歷史現場 他面對的問題不是我們所面對的問題 你不要強求古人來解決你所關心的問題 這是我們現代人應該要不斷自覺的 不要有的一種傲慢 所以陳后主會是一個亡國之君 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已經以斯汗攻 然後混淆了奮祭 然後也造成了這個規範的破壞 那這個都是他作為一個君王 責無旁貸要負擔的責任 那麼就在這個溫柔鄉的這個丹尼米 來各位也不要忘記啊 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不就是唐玄宗對吧 唐玄宗你看這個已經也是 整個歷史裡可以說是空前 也算絕後的一位明君的對不對 一位聖王開創了開源三十年的盛世 基本上也無出其用 大概都是最巔峰的一種致機 然而你看就因為他後來在天堡時期 是不是有所賢情對不對 想要來過過自己的生活啊 我越來越了解他 越來越感受到玄宗的無奈 你們知道他是不是二十幾歲 就當上了皇帝對不對 而且靠的是自己的努力跟奮鬥 他並不是太子 龍座不是擺在那裡等著他坐上去的 所以他中間經過了多少聰明才智 多少的英明睿智 先發至人調度 種種的這個策略 終於讓自己走上龍座 那時候他也才二十六七歲 從此他是不是又非常的努力 做一個偉大的帝王對不對 你們要知道做好的帝王 是很累的事情喔 真的喔 你以為他只是在享受權力 那就大錯特錯 當然你要做壞皇帝很容易啦 任性就好啦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要做好皇帝 那真是累死人的工作 有早朝有晚朝 隨時還要教起 教起是那個清代用的啦 就是要召集大神們來討論國事 半夜教起通通都得來的你知道嗎 尤其他們的北方冬天 是不是都要積雪淫恥對不對 那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皇帝每天要記多少的法條 對不對 要記朝臣幾千人上萬人 各種來歷彼此那個糾葛 然後各個這個利益團體在盤算什麼 那都深不可測你要知道啊 所以那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 不是人幹的一件事情 所以當玄宗他又已經奉獻 他所有的聰明才智跟他的心力 終於把大唐帶到空前的電崩 那這個時候想想看開元30年29年啦 29年之後就改元天堡 但是我們約略了三三十年 那各位想想看 這個時候的唐玄宗已經幾歲啦 是不是已經將近60對不對 將近啦大概是57、8啦對不對 那他也累了對吧 他也可能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過我自己的生活呢 偏偏玄宗這個人的性格很特別 我看了一些研究跟史書 原來玄宗這個人非常難能可貴 難怪令人心哲 他這麼樣一個睿智有才華的帝王 那人品又非常的高尚 可是他又是一個藝術方面的天才 他在那個書法 然後繪畫、音樂各方面造詣都很深 據說尼賞與余曲是他編曲的 然後呢書法他又非常有名 還沒有當上皇帝之前呢 他就以八分書傳名於天下 天下都知道這位還沒登基的 這位王子那個八分書寫得之好 那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後呢他對於繪畫有高度的賤賞力 他也樂於去拔著天下最優秀的繪畫名人 你知道這個人簡直就是一個 很奇特的一個全方位的天才 文武雙全 最奇怪的是這樣的一個天才呢 竟然又與生俱來有一種專情的特質 你知道嗎 這就難囉 只是畢竟他是一個帝王 不可能從一而終 但是呢再跟所有的帝王比較起來 他已經相對上是非常專情的一個人 以至於在天堡末年的時候 那個開源末年的時候 他所寵愛的一位叫做武惠妃 不幸早逝 那他悲傷到沒有辦法上朝 你就知道這真的是只有真情 才會有這樣的現象對不對 那於是大臣們才要開始想 這樣不行啊 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啊 那這位帝王根本無心理政的話 那是不是群龍無首 那這對國家不是一件好事 於是呢大家就來商量怎麼樣振奮起唐玄宗 讓他呢還能夠有一個生命的活力 然後好好的盡他作為一個皇帝的義務 於是大家就開始想 有沒有誰足以來填補武惠妃所造成的空缺 於是楊貴妃卻憑縱選 當時當然不是貴妃啦 可是大家想來想去 那麼我們帝王的這個多情種子 要有一個足以填補這個愛情的空缺的人 那當然飛鴻小可 也不是泛泛可以這個達到的 那所以要很美 當然不只美 告訴各位這樣的唐玄宗 單單的是美的話只不過是一個娃娃 對不對 娃娃是可以替換的 而且娃娃沒有靈魂 要能夠抓入玄宗陣容的心 那一定是要非常聰慧 因為楊玉環有這樣的特質 所以當楊玉環被送來的時候 玄宗果然起死回生 了解吧 但是他個人的回生卻又是家國的不幸 原因是因為他從此 他是不是也快六十了對不對 然後又有一個 這麼樣有靈魂靈動的美人 大喜過望完全滿足這個人的內心 於是他是不是就是夫唱附隨的 就去過他的愛情生活去了對不對 然後整天就是丹溺在這樣一個溫柔鄉裡 我們的李白布也寫了 明花清國兩相歡 對不對 常德君王戴孝堪 對不對 然後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停北亦蘭桿 這是李白親眼目睹的帝妃的恩愛的 你就可想而知 這一下子玄宗當然很開心啊 因為第一個他覺得我已經為這個國家付出了那麼多 那人生也已經到了要日薄西山 他也覺得他似乎有權利來享受一下個人生活 他個人生活裡面是不是有藝術有愛情 而都在楊玉環的身上得到了對不對 於是他也就這麼快樂的就去進行他個人生活的這一種滿足 那這一下子朝政是不是就無人聞問 那麼這個無人聞問當然用得不準 原因是因為玄宗沒有那麼昏潰 一個會創造開源盛世的人絕對不傻絕對不壞 那麼只是為什麼後來還是創造了一個安死之亂 這真的就是很值得人們省思跟感慨的地方 原來皇帝是不可以偷懶的 皇帝更是不可以退休的 玄宗他自認為找到一個很好的大臣 他覺得這個人是才能各方面都可以信賴 所以他也安心去過個人的生活 沒想到他遇人不淑所遇非人 那個人是李玲甫 那結果李玲甫很會粉飾太平 然後又上下其手 反正短短十年 你看這個國家就從那個巔峰 是不是就跌入到谷底 所以非常可怕 這一點告訴我們說 你越擁有最大權力的人 你就要負越大的責任 以及你就要負越大的心力 否則後果都是非常的淒慘 這個真的是我們要放在心裡面 去思考的地方 那安史之亂就見證了這個原理 對不對 於是玄宗就付出了很慘烈的代價 他想要退休過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是一個帝王 除非你就讓位 否則你沒有退休 甚至是一立一休的餘地 好嗎 好 你就是得要兢兢業業 每天消一干食 然後要好好注意 一個帝王 有太多太多的人在寄予 有太多的人想要從你那邊獲得好處 這個是你隨時都不可以放掉的一種警覺 真的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 因為我現在在考察紅樓夢的一些 相關的歷史背景 所以也讀了一些跟慈禧有關的這些一些記載 那原來當我們不下功夫去好好了解古人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是在想當然耳的耽誤自己 其實慈禧是很可憐的一個人 雖然他在歷史上面的這個功過無可推卸 我們也沒有要為他還家 但是如果就人論人來說 他其實也真的非常可憐 你們知道吧 我也順便講一件事情跟紅樓夢有關 你們知道這種貴族人家 尤其很有權力的慈禧太后 吃飯那是不是當然都是滿漢全席式的 對不對 比如說幾十道一百多道 那這是賈母吃飯也有的排場 但是你說他這個叫奢侈浪費 其實是一個天大的誤解 這我要順便解釋一下 當賈家被允許所謂的炫耀性的消費的時候 我們這裡也剛好可以做一個平衡報導 那就是表面上他是炫耀性的消費 證明他們家是不是有這樣子的財富 對不對 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權階級的一個排場 但是事實上他們並不浪費 怎麼說呢 以賈家來講 已經有好幾個地方都提到 那麼大的一頓飯幾十道菜吃得完嗎 當然吃不完 組織就最多十幾個嘛 那麼多菜怎麼可能吃得完呢 那你以為他就是以奢侈浪費 來彰顯他們的耀武揚威 那就大錯特錯 事實上他們吃剩的菜 是比起他們吃掉的還多得多 還記不記得他們有限量兒時的規矩 那麼剩那麼多的菜到哪裡去呢 真的只是為了來炫富而已嗎 不是喔 這些貴族世家不是做這種事情的 那麼剩下的菜到哪裡去 就是給嚇人吃 所以《紅樓夢》裡面有兩次提到 嚇人們呢 尤其是貼身伺候的那些人呢 吃穿和煮子一樣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秦文是不是也不想回家 他說我一頭碰死了 我也不出這個門 習人也說他致死也不回家 其中當然除了寶玉的那個生情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是不是這個物質 非常優厚的條件 這個是一般普通 中上人家都很難以忘錫相貝的 所以你說他奢侈真的是天大的願望 他們是另類的照顧下人 那麼當然也有炫耀性的消費啦 這是毋庸置疑 可是如果只有炫耀性的消費 那就是爆發戶 這個一定要去分清楚 因此那個慈禧吃飯也是排場很大 100多道菜 可是你們知道嗎 其實沒有一道菜他可以吃超過三口 你知道當他要夾第三口的時候 旁邊的太監已經要說撤席 知道吧 不准他吃第三口 祖宗家法 這也不見得是清代的例子而已 為什麼一道菜你不可以吃到第三口 一樣的道理 古今中外 這是一個本質的問題 因為你不可以讓人家知道你喜歡什麼 了解吧 因為知道你喜歡什麼 是不是就有機會可以下毒有沒有 可以幹什麼了 所以皇帝很可憐欸 有沒有 連喜歡的菜你都不可以盡情享受 哪像我們對不對 第二杯第三杯有沒有 吃撐了都沒關係 他們不行的 所以他們真的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一個階層 所以不要想當然爾 好啦 連慈禧大權在握 古代都沒有這麼有權勢的女人 有了一個五折天之外 他連吃東西都不可以這樣子的韌性 還有因為我去北京的時候 有盡量去參觀這些古蹟 然後就到了儀和園 儀和園有樂壽堂 還有仁壽堂 那麼就有那個很好心的 在當地的就告訴我們一些 擺設的一些道理 就非常感謝學到很多 他就說你注意一下 在那個慈禧起居的那一個殿堂裡 他的那個鳳座不是龍座鳳座兩邊 有很大的那個鐵盤子 很大的鐵盤做什麼用呢 就是時時刻刻都擺上數十個上百個新鮮水果 那做什麼用 就是因為慈禧很喜歡水果的香氣 然後他非常討厭臭氣 所以包含他隨身伺候的那些丫鬟們 也很可憐因為那些侍女們 宮女們 平常也幾乎都是吃半飽 然後特定的食物都不能吃 因為這樣就避免排污的氣形 對 因為慈禧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他們就得要這樣 那於是他旁邊就是隨時都擺設 幾十個上百個水果 我後來看了一本很有歷史價值的 也在這裡介紹一下叫做《宮女談網路》 那個算蠻可靠的 也很有意思的 連那個庚子事變 就是1900年八國聯軍的時候 那個其實過程中都有寫到 我覺得原來其中是這個樣子 我們都只在歷史上胡倫吞澡 那麼因此那一部書告訴我們一些 我們根本不了解的東西 那麼重點在於這裡 那些水果透過這一本《宮女談網路》 我才知道它主要的水果是哪些呢 一個就是那個佛手 佛手在《紅樓夢》 你是不是出現過 還記得嗎 擺在哪一位金差的房間裡 是不是探村的秋爽斋 有沒有 盤子上是不是放了數十個 焦黃玲瓏大佛手 然後呢 反而因為跟著劉姥姥逛大觀園 逛到那裡看到了那個佛手 是不是很想要吃 然後呢就在吵鬧 那探村就撿了一個給他說 玩吧 吃不得的 因為他主要是那個香氣 所以你看像這些水果 會出現在《紅樓夢》裡面 你可想而知絕對不是泛泛的筆墨 那慈禧喜歡的那些 用來熏香用的新鮮水果裡面 最常見的就是佛手 還有一個就是香圓 那個香圓在《紅樓夢》裡面 也出現過一次 我下次會考喔 第五回 寶玉神遊太虛幻境的時候 是不是看到了政策十二金差 有沒有 其中就在圓村的那一個 圖稱上出現了香圓 那個圓是一個木字邊 在一個緣分的圓叫香圓 那出現在判詞裡 他這個香圓的功能 是不是就是要來諧音雙關 圓村的圓 我們以前上過課的同學 是不是就記得這一點有沒有 那原來那個香圓是一種很有香氣的水果 這個是藉此剛好是關聯在一起 所以你看看 曹也芹在寫《紅樓夢》的時候 他真的是在解貴族世家的排場喔 所以你老是要他反貴族 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呢 於是我把這個話講完 那重點在於 跟我們介紹原來那個大銅盤的用途的 那位工作人員在講述這個功能的時候 他事實上是不以為然的 其實對於慈禧的這個舉止 當然是抱持著一個負面的一種態度 意思就是說你看 只是為了那個香氣 你浪費這麼多新鮮水果是這樣 可是我當時聽完他講了以後 我心裡面有一點疑惑 因為以我對《紅樓夢》的了解 那麼龐大的水果 不可能只是拿來熏香用而已 固然對慈禧當然是 可是假如你用《紅樓夢》來揣摩的話 當然這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合理的 但是你如果用這個《紅樓夢》的例子 來推敲的話 你們知不知道慈禧拿來擺設 熏香的那些水果們 那過了那幾天的盛期有沒有 因為水果會很香大概只有幾天嘛 那淘汰掉的水果到哪裡去呢 我當時就在懷疑應該不是拿去丟掉 那果然看了那個《宮女談網路》的 這本書裡面所寫到的 證實我的推測就和賈家家一樣 他那些用來熏香的水果 其實就是搭賞給下人 就是那些宮女那些侍女甚至太監 他們就分去吃 可是那些水果是不是都一定是上好的 了解嗎 因此呢道理真的沒有那麼的簡單 我在這裡講這些相關我最近閱讀的心得 其實是跟《紅樓夢》有關的 同時我們也是在告訴各位 很多事情真的都是一體兩面 那麼如果我們不願意放下 我們自己的某一種懲戒乃至仇恨 你永遠就會在畫地之限 我們的了解永遠都只是一篇 那其實最重要的都是在耽誤自己 因此唐玄宗也是一個絕好的例子 我要做最後的一點補充 其實唐玄宗在安史之亂爆發的時候 他完全不能相信這是一個事實 他不相信安禄山會背叛他 他不相信他的國家到了這種地步 而不到半年 整個大唐的中央軍隊是不是兵敗如山倒 對不對 所以唐玄宗是一路受到很大的打擊 因為他沒有想到這麼強盛的一個國家 尤其是他親手帶到巔峰 竟然落入到這樣的不堪一擊的處境 而玄宗作為一個非常細緻的 有藝術家靈魂的一位特殊的帝王 你該知道他深受多大的煎熬 然後最後你不得不吞下去 事實擺在眼前 你就是親手摧毀了你所創造出來的帝國 而這不是一個一般人能夠承受的打擊 而他得要堅忍不拔收拾善後 最後以狼狽的出逃 來面對這樣的難堪 而中途是不是又奉送自己愛妃的性命 對不對 來解除兵變 這個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承擔的壓力 那麼他並非無情 正因為並非無情 所以他得要讓貴妃去接受這個下場 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千萬不要非常像小女孩一樣的說 你看你看他根本不愛貴妃 不然怎麼會讓他去死呢 這種邏輯真的是小孩子的邏輯 他完全沒有當過皇帝 完全沒有當 我也沒當過皇帝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那是一個沒有負擔過很大的責任的人 才會這樣去推論啦 你不要忘記 皇帝他是不是深系家國設計 對不對 而玄宗那個時候上位了沒有啊 沒有耶 所以當他如果跟著貴妃一起去死 你就知道他絕對是國家的罪人啦 這個都不是一個沒有掌握大權 沒有受過大的責任的人 所能夠體會的 那我要補充的一點是 我看了一些史書才發現 原來玄宗就在那麼狼狽的過程中 他有很多的作為 證明了他仍然還是一個英明的帝王 以百姓為優先 我看了之後其實非常感動 然後也翻轉了我對於玄宗的看法 所以這更吊詭了 為什麼你知道這個時候 你其實都還是有帝王的素質 還是人均還是一個聖王 為什麼你會導致安時之亂 這真的就是很值得我們省思的問題 當然最重要的課題那就是原來帝王 他是不可以退休也不可以休假 真的不然下場就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連愛吃的菜都不能讓人家知道 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生在刀山油鍋裡對不對 處處有多少兇險要從你那邊得到好處 因為你擁有的是無法想像的龐大的責任 跟那就是權力 而那個權力就會導致於 你也要承受非常人 才能夠應對的壓力和責任 而這個都是我們一般平民百姓 在讀帝王故事的時候 所沒有意識到的 以至於我才會提慈禧的例子告訴你們說 你看他比假家的少女們更可憐 假家的少女們吃一兩口 是因為要保持纖細的體態 才有這種繪族的美感 人家慈禧是除了這一種 這個有賢階級的這個常態之外 他還得要讓別人摸不透他真正的自我 對不對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孤獨 非常非一般人所能夠承擔的一種生存狀態 而他是26、27歲就當了太后 就過這樣的生活 你就知道說人啊 真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地獄 也有他的罪惡 可是呢 不是只是我們用一般外在的片面的東西 去評價就可以的 保育也是如此 所以保育就和唐玄宗、陳后祖這些人一樣 是不是變成了溫柔相中的昏君 而保育的昏君當然不是對國家而言啦 是對賈家而言以至於他是不是最後 終於對這個家族的延續毫無用武之地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 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爭乾淨 有沒有 那麼這當然典型的溫柔相中的昏君的例子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 是不是就是秦文撕扇子的這一幕 有沒有 我們已經講過了 在秦文身上是不是很明確疊合了包四的影子 對不對 而縱容秦文像包四一樣的撕扇子 用千金買一笑 那這樣的一個保育不就是形同周幽王這位昏君嗎 有沒有 而且你看喔 果然喔 秦文撕過扇子以後是笑著椅在床上說到 我也罰了你兒再撕吧 有沒有發現非常的娇媚 非常的慵懶 而這種慵懶嬌媚的女性風情的魅力 果然我們又從另外一個藝術家皇帝 也是亡國之君的作品裡面找到呼應 那個人就是李厚祖 你看李厚祖的一壺豬 描寫過他寵愛的妃子們的那一種媚態 叫做繡床斜皮交無納 這不是完全合乎秦文的眼前的姿態嗎 對不對 所以點點滴滴 原來絲扇子做千金一笑 恐怕不只是在說 保育對於女性的呵護疼愛縱容 他同時也另外一面的來展現 他同時也是一個 因絲望公的溫柔相中的婚居 那麼這麼一來呢 他才會是一個正邪二氣的禀婦者 罵不要忘記邪氣的意思 絕不可能有正面的意義好嗎 只因為糾纏在正氣裡 所以他這個邪氣呢 就顯出一個非常特別的 也很難歸類很難 蓋棺定論的那樣子的複雜性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先上到這裡